嘿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要为小皮特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12点35分了 要吃饭 吃饭 这也是一种记录生活 记录生活 像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 又开大串的又怎么的 我们都想就怎么生活的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这个很简单 很多人说在国外怎么过生活 在国外就这样生活 跟国内也没什么两样 你自己想吃什么东西 到市场去买就行了 都一样的 你看我之前也买多了一个电话波 电话波是3块钱美金 这个东西在国内 我估计这个也是中国寄造的 在国内也不贵 这个可能也是20块30块人民币 在这里卖13块钱 也挺不错的 上次我买了一个在亚马逊那边 买了一个也是小的电话 我就是我去开大卡车上面吃的 那个大概连税钱要50多块钱 我觉得那个 那个确实有点贵 但是也是 反正每个牌子不一样 有贵有便宜 这个便宜 这个我今天用来煮饭吃了 现在 看看 也不错 13块钱也能解决问题 你买50块钱 所以很简简单单的 好了 我今天早上还煮了一些凉茶 因为我们广东人喝凉茶了 开车熬夜 一般比较脾气比较糟 所以要压火降火 降火 每个人都 像广东人都是去吃凉茶的 在美国这边的超市 也同样是有这些凉茶去卖的 所以今天自己煮了 去煮 吃点 就是开车的时候 可能熬夜虚火比较大 所以回来这两天 你自己要去 去喝这个凉茶 当然喝那些啤酒 那啤酒 啤酒喝了 当时还是好 过后还是有点困 所以最好是喝点清凉 解毒的 那些茶 真的要多方便 简单话 还是那句话 要是这个疫情在外面 在酒店开张了 喝茶了 一般我都会去喝茶了 肯定会去喝茶 在外面 就感受一下那种气氛 其实我也不用这些网这类东西 在车上 在车上我直接就这样拿这个东西 拿条布 直接就吃完 吃完这些不用洗的在车上 直接用个什么东西 那些纸 骂一骂就OK了 所以还不错 这个13块钱 在德成行买的 德成行 环超市那边买的 这个很小的也很小 其实一天三餐真的很容易解决 我看很多卡车司机说每天吃一顿饭 有时候不想吃的 可能吃零食多吧 现在我开大串的时候 我一天 一般两三吨 都是用这些电话簿来煮的 有时候你不饿 不饿你不想 不饿你以为你 你真的 就不想吃 其实你煮了之后 它还是能吃 我也 所以我现在一般开车的话 一般 我都要吃两三餐 不是饿了才吃 而是不饿也要吃 因为你一开车要精神尽力 不要你搞垮了身体 身体是很重要的 但我也早两天我说 人都是走投无路 才去才搭穿 我是老老实实跟大家这么讲 就是没办法 生活过得去 那就在这而已 优贤优贤 优贤 优贤优贤 因为我之前我 也没干什么活 所以 有些要是 在美国毕竟你要放猪 之类东西 所以你要去干 够了 够了就OK了 我真的很容易满足 不是说要挣大钱 人生 有一个朋友在微信那里 就发一些人生的感悟 人生就那么一次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就是 叫做什么 叫做 自主常乐 OK了 自主常乐 还有刚才我看到一个留言 说广州人呢 在德州 在德州呢 也适合我们广州人的 德州我因为我现在跑那个 那大串啊 都是 都是 经过那边 那个气候比较热 不过 不管是哪里人到哪里生活 关键 都 都没问题 没问题 关键自己的人 怎么去生活 像我们的 像我 我 广东的嘛 那边喝杯茶咯 到哪里有 最早环节 有喝茶的地方 那个地方 就是家 你要没有这个 东西的话 那 真的不舒服 在北方人呢 他们吃川菜啊 什么都有各自的家乡口味 还有这些东西 就OK了 嗯 嗯 很香 就我放了一个 辣墙 辣墙 嗯 很香 就我放了一个 辣墙 嗯 嗯 嗯 对 有人留言说 嗯 哎呀 连吃饭都 都都都都都都 都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这些 频道 啊 确确实实 是属于 生活上的 记录 啊 我们不是什么 什么电视台 也不是什么专业的 啊 也正正规规的 啊 啊 去 啊 正经八经的 啊 跟大家说话 那个 估计很多人都不愿意 要大家喜欢看 就看中央台那些 好 或者什么正规台 他们呢 当然是啊 就就 有导播的 啊 都是 嗯 啊 挣钱的 啊 正规的 那我们都是一些 普通的一些海外华人啊 一些生活上的分享 所以我们是不 不 不取小 小折的事 叫 呃 无需无束 啊 这样 那我们分享的东西都是 想真实的东西啊 并不是说能那么假大哄 啊 啊 我们也不需要啊 所以我们是喜欢呢 就很随意的啊 随意的去 啊 去分享啊 这样才贴近生活啊 这是一个老百姓的 真真实的生活写照啊 啊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 抱忧抱忧了啊 这个东西好像很 哎 连这个东西给 要给国内人看 你看你们这些 海外华人 在海外 来吃这些 这么东西的 嗯 怎么怎么 很多人不愿意啊 还是说 吃龙虾啊 生活又何美好啊 怎么怎么 住大房子啊 其实很多华人住的地方 都是很小很宅的 卧居嘛 大家在国内看见 很多那些大城市 那些外来工啊 到大城市里去 还不是卧居 呃 一个小地方 几张床啊 救救这么个生活 那同样在 洛杉矶 在华安区这边 很多都是窝居的嘛 啊 他可能买到好车 那台好车是 全新的话 这是什么什么车的啊 啊 但是他住的地方 还不是一个 窝居的地方啊 一个很小的 家庭旅馆呢 一个房子 是一天 一天是 一天我们来是十块钱 现在可能估计也是十五块 或者是三十四块 啊 那样 呃 也没有独立的房间 就是 就睡觉的地方啊 晚上 你看我 我看你啊 也没有那个 遮的 拦着 拦着的布 而且睡在 人家的大厅那里 啊 这东西看 那就是民工的生活啊 说 说实在说啊 移民 移民 移民到了 这个地方 啊 美国啊 就 就这么一个 差 但是 或者很多人不愿意说这些东西 更不愿意跟大陆的啊 通过微信啊 去去说啊 自己生活的 如何如何啊 基本上都是跟大陆的亲民好友说 啊 在美国有何挣美金 美金很好花啊 一天挣多少钱啊 按照 按美金的汇率啊 你看我们的村 啊 你一年也挣不了一万人民币啊 你看我在这里啊 一天就能 一个月就能够挣 挣 国内多少多少钱啊 都是 都是 可以说这些啊 这这这些话啊 所以 中国人 就就爱面子嘛 爱面子嘛 但是我们 我们看了 来了美国之后 有很多东西 看话了啊 真的有什么 啊 有什么面子好不面子的啊 你面子再高 你没钱也没用啊 啊 是吧 活 活着啊 就是图什么 图一个真实啊 图一个真实的生活 图真实的啊 喜欢呢 你喜欢就这样啊 你情我愿啊 人就这样啊 讲很多道理 其实道理是讲不完的啊 什么中国哲学啊 什么这个学那个学的啊 人人都会讲啊 从小读书了 也会讲一个大道理啊 生活上的东西啊 不然 讲太多的道理啊 我们也不是 教主啊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来到这里啊 就这样啊 所以我 我跟大家讲嘛 想移民来美国 就很简单 不要太复杂啊 不要 那么多 那么多的事情啊 其实 你就 随心所欲 就这么简单啊 神神秘密 神秘密很难啊 搞得大家都 都好像啊 非常非常的神神秘 没有什么神秘的啊 但是我这个人呢 其实呢 也是除了在这里 跟大家聊聊天之外 那平时我很少在微信聊天啊 国内 家里 我什么 我也没有跟他们聊天啊 现在在这里 有时候 不愿意聊那么多 讲来讲去都是 啊 清明好友 问你啊 在美国怎么样 你说啊 还可以 还可以啊 就这样 就这么一个简单啊 所以 慢慢慢慢的 都 不愿意聊天 不愿意在微信聊天 也不愿意说话 因为自己心里 内心啊 你的脑子里会 自己会 琢磨自己 该干什么不干什么 也知道自己 该做什么不做什么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啊 啊 所以 都是一种 人生啊 就就这么一样啊 啊 所以我 我也很少打电话 给 给国内的啊 清兵很好用啊 也不愿意说多话啊 啊 微信也少说 也什么啊 所以就这回事啊 大不了 就是拍拍视频啊 实实在在的啊 就看这种情况 而且 像有一些我拍的视频 好像 给大陆那边的网站 一般都 不设设计 涉及到政治方面 都是很普通的 这样 能不能看看 就行了 就能够 国内人啊 能够 就是这些亲戚啊 能够 父母能够看着自己在美国 这样生活了 有没有胖 有没有瘦啊 有没有肥啊 这样 就就就 就行了 啊 话多没意思 话多 没用 我还是喜欢沉默是惊 沉默是惊 少说话 OK 我还是这个理念的 所以我开车有时候 我自己十个小时 我就听新闻 我听听歌 也 也不愿意聊天 也不愿意打电话 就用命 还是人生 还是要自己 自己琢磨的 自己怎么个生活 就怎么个生活 OK 又讲这么多了 这就是生活 现实生活就这样